我们下一位要上场的 就是我的朋友 娃娃 娃娃呢 她跟丁泰生 其实是真有仇 但娃娃呢 很大度 她本人是可以忍的 只是我不可以忍 是吧 所以我们特意把她们 给她们都请来了 娃娃 她教你做事 你教她做人 好吧 有请娃娃 慢点 慢点 谢谢 谢谢 我都好 哈喽大家好 我是满满 大家应该都知道 我这次重来吐槽大会 是为了谁吧 没错 丁泰生 不过呢 先别急 我先说说其他人好吧 大家都挺好的吧 到你了 丁泰生 九感 相信大家都看过 丁泰生递死我的 那个片段吧 丁老师 一副教我做事的样子 说我的音乐 各种不行 这个歌词不行 flow不行 音色不行 我高低谦虚一下 我当场就向他 请教了一些 这个音乐上面的问题 结果他理直气壮地回答我 对不起 我不会 当时我就惊了 我就在想 一般人 是不懂就问 丁老师 不懂就教 哪里不懂教哪里 后来呢 这个事情 很快上了热搜 很多rapper呢 都自发地帮我 回对了丁老师 声歌极眼了 说我们拉帮结派 丁老师 你也太自恋了 居然认为 说唱圈会为了你 团结起来 你误会了 我们只是 同时在骂你 四分五裂地骂你 勾心斗角地骂你 一盘伞下的骂你 后来丁太生回去连发七条微博 diss我 cue我 我都不想理他 太生啊太生 你对我也太深情了吧 念念不忘 回去还想 声歌说我写词空洞 其实他还说过 李荣浩的词空洞 方文山的词空洞 华晨宇的词空洞 这么喜欢空洞 你是地鼠吗 他的词汇量 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 空洞 单宝 是不是以为我会说空洞 我才没他那么匮乏 后来啊 这个声歌也写了首说唱 名字我就不提了 免得你们回去搜 我打开听了二十秒 就关掉了 他的第一句词是这样的 你看这个圈子 它又大又圆 这不是大碗宽面 换汤不换面吗 太喜欢蹭热度了 连碗面都不放过 你还要点面吗 他做乐评 就是找歌手碰瓷 我算发现了 他自己 中专一业 是个初中学历 但是呢 他喜欢到处说 别人没文化 搞得我以为 他有高中文评词的 他的风格呢 就是 遗己之短 攻敌之短 遗短攻短 太深啊 打铁还须自胜硬 你先充实充实自己 去报个成人高中吧 你先成个人吧 大家不要误会啊 我不是说 学历第一的人 就一定没有文化 我自己也是初中文凭 但呢 丁太深 确实太给我们 初中毕业生丢脸了 声哥呢 就是想让人知道 他喜欢 有文化的东西 我听说 吐槽大会找他的时候 然后他就问 是哪个公司的节目 导演说 是效果的 他说不来 后来导演灵机一动 说 是效果文化的 声哥两眼放光 马上到 声哥啊 你可能不知道吧 效果文化只是简称 他的全名叫 效果文化有限公司 你看 还是吃了文化有限的亏 这些年 丁太深除了 递死我 还递死过 何杰 萨丁丁 甚至递死过 韩红老师 就大家可能 可能会想 丁太深是希望看到 这些人的进步吗 不是 他我太熟了 他只是知道 毒蛇能给他带来流量 能变现 毕竟 丁太深能有什么好心眼呢 对吧 谢谢大家 我是吐槽无限火力 丁太深 莫在爱情迷的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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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完了 可是就说这一人 谁都没输 说完了 你怎么说 你怎么说 喜欢万万的朋友们 不要忘记为他投票 这是最纯粹的一场必死 旁边一样的 我一个人都没提 投票通道 关闭还有最后三秒钟 三 二 一 请锁票 马上上场的 就是知名的点评家 丁太深 是不是热血沸腾 这个结果很重要 非常重要 因为要说我服了 对 而且必须要在那个微博发出来 我希望这样 直接就爱他 不要前因后果 只给 也不用想多么不空洞的文案 上来之后就只给 掌声欢迎丁太深 很有意思啊 大家好 我是丁太深 谢谢大家 爸爸一整片都在吐槽我 大家一定很期待 我怎么吐槽他 让我看一下 丁太深 拜托娃娃 最终的吐槽热血 我恨不得这节目明天就能播 我恨不得这节目明天就能播 我感谢你 我感谢你 你很感谢你